窩黑逛百貨這體驗簡直前所未有 大家紛紛打開手機光源充當照明 一邊撤出室外 甚至還有人發文自嘲 第一次朝聖就停電 我在三樓 地下三樓 還滿不知所出來 反正就是最後大家都還是走出來 然後裡面員工有幫忙一起疏散 因為我們要等客人疏散以後 我們才能出來 就突然跳電 看大家都還在這邊應該是沒事 希望受困電梯的趕快就出來 從顧客到店員通通超錯愕 戶外更是聚集大批圍觀人潮 實在很難想像 週末傍晚原百信義A13竟然大停電 傍晚6點35分 警銷人員接獲通報 7點左右又傳出民眾受困在電梯裡 2樓14人 8樓9人 直到7點半百貨業者趕緊打開緊急供電系統 恢復部分電力 7點44分受困民眾才順利脫險 索性沒有人送醫 而原百信義A13也宣布8點結束營業 就是在一個箱子內的錶 它燒掉而已 就很單純這樣子而已 他們原百這邊是先把緊急電源先開起來 讓現場先有電 索性並沒有人員傷亡 北市消防局初步研判是空調系統故障 引起變電箱跳電 不過脆戒停電原因還要進一步調查 只是週末夜熱鬧的信義街頭 引起這番大騷動 也成為逛街民眾週末驚魂季 解釋文向灰山台北常播到